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有熊猫从事着新能源设备的开发 虽然桑德拉花费巨资为乔打造了粒子加速器 但乔又一次未经授权偷偷实验的行为还是让桑德拉愤怒不已 他告诉乔他之所以一直帮助乔 是因为他知道乔必将做出卓越的成就 可乔却一再无视他的警告 在实验中频频做出疯狂的举动 让他损失惨重 于是他准备解雇乔 但乔不愿放弃自己的新能源设备 他随即决定与熊猫再进行一次实验 乔还找来了一名擅长网络技术的学生 让他侵入了城市供电系统为新能源设备供电 接着乔便钻进了粒子转换舱 同时锁死了系统 此刻他要亲身证明 他的发明不仅是革命性的 同时也非常的安全 随后粒子加速器便开始高速运转 转换舱内逐渐产生了强大的能量 即而出现了一个黑洞 在这从未有过的景象中 老乔看到了海伦娜 一个让他又爱又恨的女人 紧接着老乔的身体开始瓦解 随即便被吸入了黑洞之中 而转换舱内放射出的能量 也从地下实验室中不断扩散 致使多个城市陷入了一片黑暗 另一边 乔醒来后发现 自己竟然穿越到了1991年的11月22号 这一天正是他被女神海伦娜羞辱的日子 这也成了他一生的污点 于是为了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乔前往学校偷偷潜入了实验室 在那里 还是学生的小乔正与海伦娜放飞着自我 而当激情已去 海伦娜离开之后 化妆成木乃姨的老乔突然来到了小乔面前 小乔看着眼前出现了另一个自己 震惊到无法言语 但老乔还是告诉小乔 他来自未来 因为自己开发的新能源设备 而意外穿越到了20年前 现在他打算重塑小乔的人生 接着他又带着小乔找到了年轻时的好基友熊猫 并告诉了两人未来将会发生的一切 希望他们以此获取财富登上人生巅峰 然而小乔却不愿改变现状 他只想马上与海伦娜登台表演 于是老乔只能将海伦娜羞辱自己的经过 全部告诉了小乔 与此同时 海伦娜正被前男友李卡多纠缠着不放 李卡多告诉海伦娜 有一家模特儿经纪公司的老板看中了他 保证可以让他一举成名 但海伦娜却不为所动 继续选择登台为小乔献唱一曲 一表钟情 而台下的小乔也看得如痴如醉 不能自拔 可老乔却强行将小乔带离了现场 并将真相告诉了他 原来海伦娜的前男友在酒里下了药 这才导致海伦娜失控羞辱了他 并最终去见了模特儿经纪公司的老板 成为了一名模特儿 而得知真相的小乔立刻就找到了海伦娜 将所有的一切告诉了他 接着小乔又在海伦娜面前 强迫李卡多喝下了那杯加过药的酒 李卡多随即便不受控制陷入了迷乱 小乔与海伦娜则迅速拥吻到了一起 但这时老乔却突然变得不再稳定 慢慢在年轻的熊猫面前分解消失 而当老乔再次醒来时 他竟然发现自己已经穿越到了 2011年的11月22号 他现在不仅有了自己的豪宅 还是身价不菲的名流 看到自己终于实现了富豪梦 他情不自禁地手务足蹈起来 但老乔很快发现 自己昨晚的伴侣并不是海伦娜 而海伦娜的前男友李卡多 却成了自己的律师 更让老乔没想到的是 小乔不仅夺走了公司合伙人 熊猫手中的所有股份 还把熊猫的老婆也一同抢走 虽然老乔非常震惊 但他还是告诉熊猫 自己其实是老乔 正是他当年穿越时空 让他们有了不一样的未来 他还向熊猫保证 自己可以让一切回归原位 接着老乔又从李卡多口中得知 小乔与熊猫合伙成立了公司 并赚了很多钱 但小乔挥霍无度 又非常好赌 结果导致债台高筑 欠了一屁股债 在感情方面 小乔也成了渣男 他先后结了四次婚 对每个老婆都不忠 三个老婆都起诉了他 唯一没起诉他的就是海伦娜 得知这一切的老乔 随即来到了监狱 饱受折磨的海伦娜 则直接扇了他一耳光 因为正是小乔利用毒品陷害了他 才让他坐了牢 虽然老乔努力向海伦娜解释 自己并不是小乔 而是来自另一个时空 但海伦娜依然无法理解 于是老乔先用钱打点 让海伦娜提前出狱 然后又将小乔的财产 全部送给了他 以希望弥补小乔对于他的亏欠 接着老乔又重新打造了粒子转换仓 并在熊猫的帮助下 化妆成宇航员再次穿越 回到了1991年11月22号 但这次他决定阻止 第一次穿越的自己干预过去 然而他还是来晚了一步 第一次穿越的木乃伊老乔 已经与小乔见面 小乔看到两个自己同时出现 也瞬间晕了过去 而老乔则告诉了 第一次穿越的自己 正是他改变了过去 才导致了恐怖的灾难 他这次不能再去干预小乔的决定 可对方并不愿听从老乔的建议 两人随即打成了一团 老乔事先有所准备 他掏出手枪 成功制服了木乃伊老乔 但这时和宇航员老乔 同一时空的熊猫 也跟着穿越了回来 他想给年轻的自己一点提示 于是志同道合的两人 便将宇航员老乔绑了起来 而为了阻止小乔被羞辱 他们又将小乔与海伦娜 一起绑到了地下室 只是他们并不知道 宇航员老乔早已被松绑 他随即就制服了熊猫与木乃伊老乔 原来年轻时的桑德拉 在地下室中发现了被捆住的老乔 老乔则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了桑德拉 然后又用20年后的手机 让桑德拉相信了他的话 桑德拉这才为老乔松了绑 接着 二次穿越的宇航员老乔 又趁着小乔昏迷的间隙 将真相告诉了海伦娜 并要求他必须放弃小乔 远走巴黎成为模特 这样才能修正早已混乱的时空 而海伦娜看着眼前的一切 也选择相信老乔的话 他们随后约定 20年后再续前缘 最终原本的一切再次重演 小乔在众人面前出了丑 成了派对机载 海伦娜也遵从老乔的安排 当场抛弃了小乔 与模特公司签约 而这时 穿越时空的熊猫和两个老乔 也相继分解消失 时空则回到了正轨 城市的电力逐渐恢复 实验室也重新亮了起来 熊猫打开粒子转换仓 居然看到了身穿宇航服的老乔 老乔则快步走到电脑前 毫不犹豫地将所有实验数据 全部删除 因为他明白 这项技术将会给世界带来灾难 而熊猫在得知 这台机器可以穿越时空后 也选择尊重老乔的决定 接着老乔又赶向了机场 与海伦娜再次重逢 两人也紧紧拥吻在了一起 最终 老乔的生活变得幸福美满 桑德拉也再次出现 庆祝任务的圆满成功 原来正是老乔穿越时空 给了桑德拉提示 才让他变得如此富有 而桑德拉一路赞助老乔 研发粒子转换仓 其实也都是老乔当年的安排 现在老乔已经完成了穿越 所以桑德拉也会将财富分给众人 让他们都能享受到 各自应得的美好人生